BGM Hiii 第L 我是Skylin 我是嘉歆 猜猜看我們家要幹什麼 从十月等到現在 我終於拿到了 這是Ragerzone 2 終於在馬來西亞發售了 你要幹嘛 太項要幹嘛 1. 外包装 外包装跟RazerFoon 地带很像采用皮革材质 很厚实 再来就是RazerFoon2本体 RazerFoon2配置了 Qualcomm Snapdragon 845 自带了8GB RAM和64GB的内建容量 当然也支持UP2TB的 外接SD卡来扩充容量 再来就是说明书 和一个带有Razer字样的PIN针 眼都包啊 Next就是我们的Type-C to 3.5mm的 Audio Adapter 比较有诚意的地方呢 是这个Adapter自带了TXA 扩大的晶片 最后就是一条Type-C cable 和支持QC4 Plus的快充充电头 还附送了信仰满满的Razer sticker和PIN 从外形来看 RazerFoon2依旧采取了第一代那样的方形设计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因为大多数的手机厂商 都不再用这一类的设计了 连坚持好多年的Sony也放弃了 不过我个人是蛮喜欢 这一类型的设计 是因为方形能给人一种很神秘的科技感 让我们来看看开机画面 到后面还会有一个Razer的logo 是不是很眼嘞 另外一个大亮点就是 RazerFoon2支持了IP67 防尘防水 水中打游戏 冲凉看戏 Momentate 也算是少数有支持防水功能的YamingFoon 手机的侧面也比较单调 左边是音量键 还有SIM卡和SD卡的卡槽 而右边呢就是我们的开机键 同时也是我们的指纹解锁键 蛮特别的 手机的背面这次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第一个就是双色头主相机 第二就是采用了全亮面玻璃的背面设计 使用上就要更加小心了 另外一个大亮点就是Razer自家的logo 这次的logo终于能亮了 还支援了自家的Chroma技术 就是说可以自定颜色了 除了调层呼吸等效果 还可以给每个不同的软件自定颜色 那么我们来说说Display方面吧 Razer Phone 2配置了5.7寸的IGZO IPS萤幕 Resolution可是达到了2560x1440 而最高亮度可以来到580nits 此外 这个手机可支援高达120Hz的更新率 这个章速在打游戏或者看视频 可以说是再爽不过的了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Razer Phone 2的喇叭 据说是2018年音响和音场最好的手机 音量距离喇叭10cm最大的音量可以达到99分贝哦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的对比度 相对之下 Razer Phone 2比较暖色系一些 而iPhone X X Max偏冷 惊喜的地方就是全新设计的双镜头 后置1200万像素 双闪光灯 F1.75大光圈 以及光学防手震 在拍video方面呢 可以拍出两种 2160px以及60fps 或者1080px以及120fps的影片 前置镜头呢 同样是大光圈的800万像素 对应1080px 60fps的质量 重点系来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60hz 90hz 以及120hz的差别吧 再来就是Razer Phone 2自带的Cortex Apps 在这个软件里面 使用者可以自定义手机的效能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Apps里面 找到有哪一些游戏是支持120hz的 看来我们这一期的review 有没有心动了咧 我也要不买 它这个screen打电很爽哦 它的speaker又大声 我还给你看戏 一边冲凉 你看 后面的logo 但可能很眼的哦 真的啊 我修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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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东西要讲咩 是咯 为了庆祝我们第一次的video 我们即将会送出Razer Archerist Gaming Mouse 价值225令吉哦 对 想要赢取的朋友 只需要share这个video 在下面tag五个朋友 然后还有like我们Facebook page 就有机会赢取啦 我们会在下个星期五 25号6点的时候 在Facebook进行一个like 来抽取幸运盒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哦 我们下期见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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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